今天是國家獎座主持人 國家產學大師獎 以及學術獎的聯合頒獎典禮 這是臺灣學術界的重要勝勢 我要恭喜所有得獎人 也要代表國家感謝各位的付出與貢獻 為臺灣的學術研究 產學研發及人才的培育 帶來豐碩的成果 本屆國家獎座主持人的獎項中 有五位教授都是第二次獲獎 王泰生教授 將法學研究成果應用在實務 是臺灣法學教育者 研究者 行動者的楷模 侯維樹教授 成功結合理論和實驗粒子物學的研究領域 是年輕學者的典範 郭光宇教授 在物理領域的學術著作豐碩 而且關心臺灣工業的發展 傅立成教授獲獎無數 也積極將研究成果推廣到產業界以及醫療照護單位 翁金璐教授 是國內行動通訊天線研究領域的先驅 學界及業界許多天線人才都出自翁教授門下 我要特別恭喜五位教授能夠獲得兩次獲獎 好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這幾年 為了提升臺灣的競爭力 政府計畫性持續投入高教預算 意圖大專院校發展 並整合產學研的資源 讓優秀的人才可以順利進入到業界和學術界服務 像是我們紅果的產學創新條例 協助大學設立國家重點領域研究學院 創造開放自主的產學合作環境 建構更具彈性的人才培育模式 現在已經有11所學校設置12個學院 更有超過140家企業 共同投入產業高階人才培育 另外 我們也推動高等教育生根計畫 預算計畫 以及今年度開始實施的 提升教研人員待遇計畫 要來強化我們國內外專家學者的研覽 以及留任 我們也將持續以國內大學的優勢領域 為發展的主軸 深入東南亞等國家 其中產業南向布局的優質人才 深化臺灣與新興發展國家的交流與互動 為臺灣開拓更多新的機會 達成區域經濟發展的願景 學術研究是國家創新的基石 也是推動產業進步的強勁能量 我相信臺灣堅韌的學術實力和教育品質 一定能夠持續引領臺灣穩健前行 除了各位得獎人 我也要在這裡特別感謝各位的家人以及朋友 做研究是艱苦而且孤獨的 家人朋友的鼓勵與體諒是最有力的支持 我要再次恭喜所有的得獎者 各位都是國家的保障 我也相信各位 將會持續在各自的專業領域中深耕 發揮更深遠的影響力 我也期許各位 能在做研究的同時 傳承知識及文化 為下一代的教育努力 厚實國力 帶給世界一個更進步 更繁榮的臺灣 謝謝 謝謝大家